Hello, 各位街坊, 大家好 今次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第一個叫做時代中國 是我們香港上市公司 同樣都是全國的地產十強 在我們中山西區的一個新的住宅盤 時代美神 它旁邊就是我們一個 舊小小的一個叫做住宅片區 還有一個叫做窗屏小河 是屬於一個省一級之質的小學 我們樓盤自身帶有一個公立的幼稚園 它時代美神是主打一個叫做 高品質、高質量的實用戶型設計 以及一個高級裝修 這邊可以見到我們幼稚園、籃球場 以及我的一個商業造物體 而且我們這邊綠化面積做得比較好 有我們一個陽光大草地 700米的一個毛邊際泳池 樓下配套有我們一個健身室 以及一個親子樂園、讀書室 以及一個老人的活動場所 這邊就是我們一個小區的入戶門口 可以見到是非常之高級的 我們這邊的圓林綠化方面 就高達四成這麼多 沒錯,是四成 那平時茶餘飯後 就是小朋友、大朋友 都可以下來留下這邊散步、跑步 以及做運動 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一個叫做書吧 就是我們同書館 平時是對業主和住客開放的 有空間都可以來這邊 享受空調、看書 裡面的藏書高達三千本 而且每個季度 政府會更新藏書的一個種類 還有我們一個 這邊就是我們一個拍攝團隊 在這邊做一個拍攝一個廣告 做普通的 裡面的一個空間都非常足夠 可以滿足到我們大小朋友 平時 就算你幾十人在這邊盡看書 都是非常足夠的 時代它做一個三房 和一個四房為主的一個住宅 的壺形設計 它這邊全部都是大油裝修膠樓的 而且它採用的一個我們一個 和家用電器標配的一個設施 都是比較高質量的 這邊是我們一個六米挑空的一個 Lobby 這邊平時有用來接待朋友 或者在這裡休息 聊聊聊聊聊 好少有見到有這麼高 六米的一個Blobby 而且它一樓是連過隔離道的 就是平時你下雨 說出行不用擔傘 我們這邊一個八十六平方 三房涼廳的一個戶籍 這邊可以見到我們一個 日婦花園 我們在這邊做鞋櫃 在這裡換鞋 還有擺放一些生活的一個日常雜物 接下來可以見到我們一個廚房 廚房這邊它三件套都是配齊的 造頭和初樂園機 都是用來西門寺的一個品牌 客廳和飯廳的一個分區比較明顯 可以見到是非常緊湊舒適的一個戶籍 這邊騎樓方面 戶戶就採用一個潮南設計 南向現在就是在看我們這個 裡面的花園 可以見到我們綠化程度是相當之高的 現在是未叫做全部做完 都是一個這麼漂亮的綠化 到時做完的話 綠化的水準會更加高的 衛生間就是我們浴室方面 它是一個採用光濕分離的設計 而且我們的馬桶和花園 是用回我們德國高義的一個品牌的 馬桶方面幾千元一個 還有我們花園也是要五千元一支的 房間方面它就是陣喪有窗台位 而且面積方面你鋪了床 以及做了一個衣櫃的話 都是很實用的 這裏的瓷磚是用回我們國內大品牌 馬可菠蘿的一個瓷磚來的 還有我們一個叫做室內 房間裡面的一個木地板 都是用回我們大自然的一個叫做複合木地板 那現在這個就叫做98平方 三房兩廳兩位的 就比剛才那個叫做扣XL版 相比之下 是多了一個洗手間 還有房大廳廚房各方便 是會大了一個尺寸的 那這個單位就會比隔壁那套 手庫方面比較高一點 是要去到四十萬左右 但是四十萬的一個手庫 擁有一個大裝修 和這個大三房設計是非常之美的 可以看到洗手間方面 比剛才的大一點 除了這個桌上的一些化妝產品 其他都是我們一個裝修的一個標配 那牆身方面是用回我們一個白色的瑜伽漆 如果想用回其他顏色的話 就要後期自己去弄一弄 想想辦法 不過我們這個瑜伽漆 都是採用三面 三層 三層 兩層底漆 一層面漆的一個漆地去設計 平時是可以完成到 例如說你髒 可以清洗高達五千次 所以不用擔心畫花 不用擔心畫 用水清潔 那這裡的優勢 在哪裏呢 我們是採用一種叫做新技術 我們平時看到我們一些線路 水管 電線方面 是走回我們一個地下 那他時代就用了一種新技術 那他所有管道電線方面 是走回我們一個天花那裏 即是對於我們一個日常的 不要說維護 那就是你一個耐用程度 是會高出很多列的 那現在看到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個四房單位 是數一個叫做117平方的 那他這邊當然啦 四房的大方很多 那首庫方面都會高一點點 是50萬就可以搞定的了 而且他這邊 那些香港人呢 都可以做回我們大陸的一個 借貸的 即是上會 給三成手機 50萬就可以了 那他這邊做四房設計啦 各方面房間 還會比剛才那天還要大很多的 那而且他裡面呢 主人套房裡面呢 帶有一個衣帽間的 而且洗手間的一個面積 還會帶回很多 可以用來做回一個浴缸設計呢 都非常好奇的 適合浸浴的朋友啦 對不對 那如果需要了解更詳細 或者更多的一個 留本資訊的話呢 是可以來到我們尾聲的 即是我們視頻尾聲的 那有機會 一禁止 你尾聲的 誰 誰 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